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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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晚安 今天的天氣還是持續受到封面的影響 從雨量的累積圖上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北部地區因為水氣多 再加上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今天一整天持續都有下雨的情況 中南部地區則由於清晨的時候 就有對流自海面移入 再加上午後熱對流的發展 所以其實在中南部地區 今天也有明顯降雨的情況 至於明天的天氣我們由 預測圖上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從預測圖上可以看到 明天封面其實還是在台灣附近 所以明天台灣地區 還是持續受到封面的影響 天氣上來講還是不穩定 在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及東北部地區 明天還是有可能出現短時的大雨 或者是豪雨 降雨的形態主要要注意的兩種 第一種是清晨的時候 容易有對流自海面發展 然後移入陸地 一個要注意的是 午後雷震雨的情況 明天的午後雷震雨 可能會下的比較大 甚至不排除有大雷雨的情況 特別是山區跟接近山區的平地 這些地方的朋友們 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那溫度方面來講的話 明天不下雨的時候 還是會有點悶熱的 各地的高溫 可以來到29到32度左右 所以大家明天的話 還是要多注意補充水分 以免中暑 以上資料中央氣象局提供 還是會有很多 會不會下雨的 感谢观看